大家好,各位早晨,我看電影是很慎晨的 因為我家裡有很多電影,我看都看不及 所以如果我看到電影超過兩小時,我真的有很大疑惑想不想看 例如像這齣電影,我當在家裡開電影的時候 畫面會閃一閃,告訴我這齣電影是多長,我看到它兩個半小時長 即我立刻認識它,我跟老婆說不行,不要這樣長 看待地出短一點,找出一個半小時 但她又跟我說不要啦,聖誕假已經放假了 還不看 什麼時候看呢? 我想說是很讚賞我老婆幫到我 找出我喜歡看的電影 我沒想到這齣電影比我想像中好看 不只是我 我老婆也相當喜歡看 這齣電影的故事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年代 看它好像是幾十年前的設定 可能是80年代 其實設定在這齣電影裡不是十分重要 大概就是有一間Hotel 叫做El Royale 它以前應該是一間出名的Hotel 但是到了這齣電影的時間 它已經沒落了 其實已經沒有人去 好像不知道被人吊銷了賭錢的牌照 還是什麼 在這個時候陸續有不同 各自不相識的人 來到這間Hotel 他們真的不認識 因為各自的原因來到這裡居住 有幾個賓客 另外在這間Hotel裡 他有一個員工 因為他其實也沒有客人 他也很少有 然後他們就回到自己的房間 然後那個故事才展開 所以我剛才跟你說的就是這齣電影的設定 並不是一些穿巧 因為這齣電影的一個特點 我欣賞的特點 就是它是有一些 我覺得是有趣 有意義的twist 因為有些電影 鋪排整齣電影 就是為了結局有個twist 然後有些扭得好的便好 有些扭得不好的 或者是硬來的 那你就會覺得 好像浪費了很多時間 這齣電影是由頭到尾 不斷 有很多 即是他未必是鋪排到好像twist 但肯定是故意的 他就是會 要那些角色 即是他們做些事情 或者說些事情 令你有一個既有印象 然後那個故事 慢慢展開的時候 你會慢慢發覺 差不多是幾乎所有事情 你從一開始的認知 即是差不多全部都是錯的 即是那個樂趣 在那裏 所以你可以說 整齣電影 從頭到尾 是鋪滿很多twist 或者你不要叫它twist 或者是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轉向 即是樂趣在那裏 所以那個故事 我真的不想說 但我可以跟你說 我對這齣電影的感覺 因為這齣電影是不斷打破你的預期 所以 一直看下去 雖然它是兩個半小時長 即是一直都有一個娛樂性 即是如果是一般來說 其實我會相當介意 一齣電影是這麼長 但這齣電影 因為它的故事說得有趣 說得好 所以我又不是很介懷 而且我都讚賞 即是它的twist 即是它的轉向 即是它的轉向 不會有一種隔硬的感覺 即是它不是為了嚇唬你而嚇唬你 而是那個感覺是自然 只不過是你作為一個觀眾的預期 即是你自己想錯了 所以是有趣的 而且這一齣電影 即是你看一個poster 即是它這類電影 它是有一個ensemble cast 即是它是聘請很多不同的明星 一起走過來拍出電影 在這齣電影 其實這些是難以駕馭 因為它有這麼多個 不同的有性格 各自有名的明星走在一起 然後其實它是多線發展 即是它是這幾個角色做完整齣電影 即是在這個poster上 即是它是分幾條線去說 即是它每個角色 即是它都相當平均地 即是有它演出的時間 即是有它各自的故事 即是有它各自的故事 我覺得是所有角色都好看 所有都好看 有很多角色一開始的時候 即是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最悶最無聊的角色 就是到了結尾 我最喜歡看的角色 即是它的演員演得非常重要 即是像Jeff Bridges那樣 即是它是認真演的 因為它有其他電影 例如和Ryan Reynolds演的 即是扮演《Man in Black》那些電影 即是你看得出來 即是它不是十分認真 即是說話裡裡來 即是這部電影 即是它是認真演的 而它演出是好看的 即是它的故事 其實這幾個人裡面 即是我覺得每個故事都好看 唯一比較弱的就是Chris Hemsworth 那個角色在Poster最前 即是那個雷神 即是它也不是差 在故事裡面 即是它也有些重要的功能 即是有些重要的東西 是由它來做的 但我覺得它那一段是太長 即是我覺得這部電影 它已經是差不多兩個半小時 即是我覺得如果要剪的話 即是它那一段 即是例如剪一半 剪一剪一剪 因為它那一段是比較重複 即是可能它會想 即是讓氣氛緊張些 各方面 但其實我覺得它那一段是 即是幾段的故事裡面 即是比較弱的那一段 而且它的角色也不是十分好看的 所以我覺得雖然 但我又明解 因為這幾個演員裡面 可能最賣座 即是最賣座可能就是它 但它那一段是比較弱的 即是在這部電影裡面 即是我覺得它那一段故事 即是比較弱的那一環 即是我覺得可以剪走一剪 但其他部分 其他部分 即是我覺得都是很完美 都是很好看的 即是我覺得 即是事實上也有其他人 即是說這部電影是太長 各方面 即是我覺得是 我不覺得 即是我從頭到尾都覺得 相當有娛樂性 如果是說這部電影的類型 即是會覺得 有少少 犯罪 但它不是一些動作片 暴力型 即是它的題材是和犯罪有關 又不完全和犯罪有關 因為它有很多角色 即是每個人都有些不同 所以這部電影我也是相當推薦 如果你有機會看的話 我對它的評分 如果這部電影不是那麼長 即是現在它有些太長 即是我會給它B 但現在因為 我覺得 有Chris Hemsworth的雷神部分 比較弱 所以就扣少少分 變成B減 但無論如何 即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部電影是比我想像中好看 所以我是推薦 找個時間去看 雖然它是差不多兩個半小時 再看這部電影是可以看的 也可以比較深入 各位分享